年终岁末,员工最期待的就是尾牙上能不能抽到大奖,和老板会给出什么加码奖励,就有一家公司老板出手超大方,已经送出总价2000万的抽奖金,最后还被拱加码,没想到老板一个嗨过头,直接喊出每人年终加半个月,算一算瞬间再喷掉4000万,让主持人都傻眼。 艺人因应日前在节目上分享主持某家企业尾牙的经验,她表示当天现金奖就分为5万、10万、30万、50万等,每个奖名额都是10人起跳,前半场已经送出上千万,且都是直接报现金走,整场尾牙最后加码来到100万,抽出8名员工, 让气氛嗨到最高点,这时音音低声问老板,还要不要再加码。 当时活动已经进行到晚上12点多,老板见大家一游未尽,直接豪气开口每个员工加码半个月年终,在座的有许多都是高阶主管,月薪平均都有10万, 老板这一句话,瞬间再多喷4000万,超羡慕的福利让其他来宾听了好羡慕。 另外梁鹤群也分享,他曾主持大陆某间直销公司的尾牙,老板包下澳门某饭店200多个房间,席开近600桌,场面惊人,舞台前是堆成衫的iPhone和iPad,工作人员向丢凤梨酥般丢给员工当赠品。 之后有经理上台,直接喊加码1万块人民币抽100个人,总经理也输人不输证,喊20万块20人,最后大老板没招了,只好送出自己的千万兵力车,抽中的直接开走,超狂尾牙一个比一个排场大,让旁人听了都惊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